最近何超新入学清华引起了关注 何超琼在今年顺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 在去年他就成功申请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最近他是顺利入学了 在清华大学2021年的研究生开学典礼上 何超新也是跟其他的同学一样 参加了毫无豪门的架子 从公开的照片看 何超新跟其他同学一样穿着校服 并且戴着口罩 他自己也没有化妆 不过气质一样是非常好 何超新已经是22岁了 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大美女 而且身材是非常好 说到何超新 不得不说到他的姐姐何超盈 何超盈作为豪门千金 却选择嫁给一个东北穷小子 确实让人想不到 何超盈出生于1990年 今年刚好是31岁 何超盈跟弟弟何尤军 还有妹妹何超新不一样 他从小比较叛逆 学习成绩并不好 后来也没有去外国留学 他只是毕业于香港大学 何超盈大学毕业之后 虽然没有进入娱乐圈发展 但是却是娱乐圈常客 当时何超盈的绯闻事非常多 男朋友是不断 何超盈后来 甚至跟林建月的女儿 也产生了绯闻 何超盈作风一直非常大胆 何超盈跟二房的姐姐们也不一样 二房的何超穷 何超凤 都非常热衷于事业 何超盈也没什么事业心 他虽然也在母亲 梁安琪的公司工作 但是他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何超盈也不算漂亮 其实何超盈更像二房的何超姨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叛逆 何超盈的父亲何鸿燊 是澳门赌王 坐拥千亿资产 何超盈的母亲梁安琪 在香港坐拥四百亿的房产 何超盈个人名下 也有十几亿的房产了 之前梁安琪就曾经送了价值 六亿多的房产给了何超盈 让何超盈去收租赚钱 何超盈结婚的时候 他又送了价值五亿的房子 给了何超盈 何超盈含着金钥匙出身 但是最终却是出人意料 选择了一个东北穷小子 做自己的丈夫 先不说 辛吉隆的家世跟何超盈相差多少 单单是东北跟香港的文化差异 就非常大 很多时候 圈层才是不可逾越的差异 简单来说 你从小是玩着小霸王长大的 人家却是看音乐剧长大的 他不懂你的小霸王 你不懂他的音乐剧 另外 辛吉隆是一个超级学霸 何超盈谈不上学渣 但就是非常普通而已 辛吉隆从小一直是乖乖仔 一直好好读书 何超盈却是作风大胆 性格火辣 还有辛吉隆比何超盈足足小了八岁 不过一切的差距在何超盈这里都不是问题 三年之前 何超盈突然宣布自己接受辛吉隆的求婚 还公开自己怀孕的消息 当时这个事情也是让很多人震惊 因为之前何超盈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恋情的事情 其实何超盈认识辛吉隆也才两三个月而已 辛吉隆当时还是哈佛的大二学生 辛吉隆到底是怎么认识何超盈的 这个没人知道 不过他应该是通过留学圈认识了何超新 又通过何超新认识何超盈的 不过辛吉隆的胆量还是让人震惊 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大二学生 竟然敢去追求香港顶级豪门的前行 不得不说辛吉隆确实还是真厉害 天才的思维逻辑果然跟别人不一样 何超盈也不知道是玩累了 还是贪图新鲜 他不仅仅答应了辛吉隆的追求 而且很快就答应辛吉隆的求婚 后来何超盈怀孕了 变得非常胖 辛吉隆还在网上说 不管何超盈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是永远爱着他 两个人如今结婚三年多了 女儿也已经长大了 两个人的感情一样是非常好 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想到的 因为何超盈跟辛吉隆结婚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段婚姻 认为何超盈就是玩玩的而已 不过事实上 如今两个人生活的是非常好 梁安琪在这个事情上 还是对何超盈非常包容的 他并没有嫌弃辛吉隆的家世 而且两个人过大礼的时候 梁安琪也是下足本钱 随后又送了一套武艺的房子 给他们两个人 辛吉隆是一个聪明人 估计梁安琪也是看上了辛吉隆的智商 希望他可以未来帮助何鸿燊家族的事业 辛吉隆这两年比较低调 除了何鸿燊家族的事务外 他其实也是很少露面 事实上感情这个事情是非常难说的 比如说池仲瑞跟陈丽华的感情 也是很多人不看好 但是如今人家过得好好的 结婚二十多年一直是相濡以沫 陈丽华也是比池仲瑞大了十几岁 事实上仔细想想 你会觉得何超盈选择辛吉隆 也是合情合理 因为何超盈一向做事就是出人意表的 当然有人肯定会怀疑辛吉隆取何超盈的动机 事实上辛吉隆虽然家事一般 但是以他的智商 如果自己发展 难道会差到哪里去 全中国一年才几个人可以考上哈佛大学 那些从小送到外国读书的 并且入了外国国籍的小孩子不算 因为他们通过这条考试之路 难度是大大降低 如果你是以中国学生的身份 想考上哈佛大学 可以说是难于登天 整个黑龙江历史上 也才五个人曾经考上哈佛大学 辛吉隆则是第五个 辛吉隆如果不取何超盈 说不定未来也是一个失一工之类的人物 也是不差钱的 所以辛吉隆爱上何超盈也是合情合理 毕竟何超盈年纪大 情商也不高 对付辛吉隆这样的小年轻 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不过说 就像王徐说的 其实感情是非常私人的事情 这个事情好跟不好 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对比何超盈 何超新的人生则完全不同 何超新可以考上麻省理工 也是证明了他的智商 确实是不低的 要知道 全球最好的理工学院 另外何超新的情商也是非常高 很多人都知道 二房跟四房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 何超穷跟两岸起几乎是死对头 不过何超新却是跟大姐 何超穷的关系非常好 之前何超穷59岁的时候 何超新特意从上海赶回去香港 为姐姐庆祝生日 当天何超穷带着何超新几个弟弟妹妹 一起吃饭还喝了很多酒 显然是非常高兴 何超新主动跟何超穷搞好关系 也是证明了一点 何超新这个女孩子真的不简单 她的情商确实是非常高 何超新希望得到何超穷的指点跟帮助 何超穷是非常看重内地市场的 所以何超新如今也是选择到内地继续深造 这一点也肯定是何超穷看重的 何超新未来估计有可能回到家族公司帮忙 不过不是给梁安琪帮忙 而是给何超穷帮忙 何超穷已经59岁了 她也必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何游龙如今有自己的事业 肯定不会来接受何鸿山家族的事业 何鸿山的意思也是让何游龙自己去创业 何超奉的年纪跟何超穷差不多 三访的何超连能力也就这样了 另外几个弟弟中 只有何游君看着能力还可以 不过何游君希望自己去创业 所以其实看来看去 何超新的资质是最好的 何超云跟何超营都无心发展事业 如果何超新可以得到何超穷的指点跟培养 那么未来她真的可能成为商界女强人 另外何超新的未来也是注定富贵了 除了已经有的几十亿房产外 何超新未来还将至少继续继承100多亿的资产 C房目前的资产大部分还在梁安琪手中 还没分给子女们 梁安琪目前手中单单是房产就价值400亿了 另外梁安琪还持有奥伯 奥鱼不少股份 另外在上普京附近 梁安琪还有不少的地皮 她的个人资产不少于600亿 那么也就是何超新 等于另外四个子女平分这600亿了 那么何超新就至少将分到150亿了 现在最大的悬念 就是何超新未来会选择谁当自己的男朋友 估计这个人也肯定是非常优秀的豪门二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